我們看這個例子4 他說一個介電子 就是說裡面沒有自由電子 這電盒的話都不會動的 然後它是均勻昏布的 球型電盒Q 半徑是R 均勻昏布在整個球體裡面 那現在要問什麼 問說這個電盒在空間中建立了它的電廠 首先我們看 當這個R 大於那個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是在球體外的時候 那這裡的電廠等於多少 那我們就用高斯電盒 把它做一個什麼呢 高斯球面 高斯球面的話 利用高斯電盒 1 到的DS 這會等於4π K大Q 好 那我做那個高斯球面的話 因為它是球對稱的 所以我知道 電廠方向一定是鏡像方向 那鏡像方向就會跟什麼 跟球面的方向呢 的髮線方向平行 所以 這個就等到 E 乘以DS 這樣 R1 的話 也是常數 因為我是 出一個球面 它這個 電廠的地方 就每一點電廠 到達這個遠點距離都是R 所以可以把它送出來 就這樣子 e r ds ds 就把面積全部加起來 面積加起來是4πr平方 超級4πr平方 這樣我就知道 這1是等於 這個4π可以消掉 這是r平方 kq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說 電場方向跟髮線方向平行 所以我們通常能定 1是等於1乘以r的項目 算出來的話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r跟s的方向以後 躲得起來等於ds 算出來以後就把它帶回去 所以這個就等於r平方是kq rq 所以當什麼 當這個 當我們討論的這個 空間中的電場 那個位置在外 在這個q外面的時候 那麼它的電場就是等這個 這時候電場的話 就等於r平方是k rq 但是如果是在裡面的時候 如果我們討論點在裡面的時候 我一樣是做高斯球面 它做高斯球面它也是球對稱的 那我也是定 這電場方向是1乘以r一條 那這樣我帶進去的話 一樣是這個式子 只是說這q變掉了 q的話是你包到這裡面的q 那這個我們叫q' kq' 我們知道這個是均勻分布的 所以q'跟q' q'跟半徑三次方成正比 為什麼 因為q'跟體積成正比 因為它密度是均勻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q'跟r三次方成正比 除以q'就等到 q'的r是小r三次方 除以大r三次方 所以q'這點多少呢 q'就等於r三次方分之小r三次方 成q了 然後就把這個帶掉 帶成多少呢 這一項就帶成多少呢 帶成這個r三次方分之小r三次方 q了 好 然後呢 我把這個r平方就可以約掉了 這約掉的r平方就變成r一側 所以就變成多少 變成是那個 變成是那個r三次方分之dosa 這個k沒有消掉 這個是這個 所以有沒有k 都叫k啦 k乘r k qr 所以是這樣子 好 做1的話就等到 1的話就等到 k r乘r三次方分之q小r 好 所以我就知道 當這個r小R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的那個變長 就等於r三次方分之qr 然後r一挑 這兩個可以合併了 合併起來的話就是一個呢 小R 就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答案 如果我們把它畫成圖形的話 就把它畫成圖形的話 然後畫那個什麼 畫那個電場的大小 我畫那個電場的大小 那大r的部分 這樣子的話 這個當小r小於大的時候 它是一條直線 電場跟半間長正比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雙俱線 這一部分的話是等於這一部分 啊這一部分就等於這一部分 啊這個喔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r乘乘 那 relay 對 那你們說 我可以把cktkolカ じゃあ mate 要之後